越南新娘悲惨的一生,十四岁嫁人,半辈子的任务就是生孩子。 小云生长在十九世纪的一个越南小山村。 山村的水土孕育了她的灵秀,让她生得别养美丽,却也让她因此逃脱不了大山的桎梏。 潺潺的河水推动着载着小云的木舟,将十四岁的她送进了一座深深的宅院。 这是当地一户酷酥人家的院子,张灯结彩地欢迎着他们的三太太小云。 小云的丈夫是个年长她许多岁的男人,已经有了两个妻子,这次迎娶小云一位成欢,二位生子。 她坐在婚房里,好像对结婚这一天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却又都觉得见怪不怪。 从小生长在这里的她已经见过太多个和自己一样的少女,出生后等待成长,成长后等待初夏,一辈子都在漫长的等待中消磨自己的光阴。 洞房前,有庸人送来了一碗十六子,寓意着多子多福。 出京人事的小云在那一夜,变成了这个宅子里真正的三太太。 老爷的妻妾多,家中的人丁也多,小云开始渐渐融进了这里的环境。 大太太端庄贤惠,为老爷生下了一个男孩,名叫山少爷,也是这一辈里唯一的男丁。 大太太也因此寄生家中的主人位置,很受人尊敬。 反过二太太,因为生了女儿,说话也仍微言轻,在家中小心翼翼地生活着。 三个女人就因为这座山村和世俗的封建有了交集。 在一个夜晚,她们同岸坐着,话语间却没有那些深宅大院的勾心斗角。 她们温柔地说着话,开着些小打小闹的玩笑,两位太太还教导着年幼的小云该怎么在这个家里立世为人。 只是大太太毕竟年长了些,行色间还带了些许的威严。 这更显得二太太愈加贫义可亲,让小云忍不住地想和她更亲近些。 日子像流水里的纸船一样打着转,让小云在这座宅院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她如同往常一样在镜子前梳妆,一个秀气的小女孩却跑了进来。 女孩是二太太的女儿,名叫阿贤。 小云细心地为她梳理着长发,温柔的动作和相仿的年纪也让两个女孩越走越近。 她开始在这个家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阿贤的性格古灵精怪,她不像寻常的女孩一样默默忍受着朴实的不公。 她的骨子里满满都是倔强和不服输。 小云也意外地和她合得来,两个女孩纵情肆意在这片美丽的山水间。 第一次,这座大山不再是束缚她们的地方。 故事的转折也在不久后到来,小云有了身孕,可怀上孩子的她内心却格外复杂, 一边期待着自己所孕育的新生命的到来,一边又害怕这个孩子会走上和自己相同的道路。 夜晚,睡不着的小云被门外的动静吸引,她寻生过去, 在一片绿意盎然中看到了打着灯笼的二太太正朝林子深处走去。 对二太太别样的感情和好奇心促使着小云跟上了她, 却让她看到了难以接受的一幕。 她看到二太太和山少爷纠缠在一起的身体, 看到了两个寂寞的灵魂突破了伦理和世俗的束缚,紧紧相拥着。 小云没有打破这一幕,她回到房间看了一眼熟睡的老爷, 心思复杂地睡下了,这一夜她想了很多。 第二天,家里就出了事,有人撞见了一位男佣人和家中一个女仆的私情。 当地的思想和观念里不允许这样的感情存在, 老爷用鞭子狠狠地惩戒着那个男佣人。 另一边,那个女仆也被剃光了头,送到了寺庙聊此残生, 纵使已经看过太多世俗给予女子的不公, 小云心中还是觉得难以忍受。 犯了错的男人接受惩罚后,就可以继续像从前那样生活, 为什么同样犯错的女人就必须将此当为永生的烙印, 在痛苦和寺庙中度过剩下的人生。 小云虽然有疑惑,可她不能反抗, 她甚至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些现象, 这更让她渴望能够生下一个男丁, 不只为了自己将来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害怕女儿会重蹈很多可怜女人的覆辙, 日子就在小云的担忧中, 走到了家中要为山少爷娶亲的这一天。 山少爷已经成年,该成家立业了, 可她的心里早就被二太太所占据, 她不能将这份感情公之于众, 却还是用自己的方式抵抗拒绝着。 为了推掉轻视,她甚至以死相逼, 一向对她温和的大太太也因此和她动起了手, 给了她一巴掌。 其实,掌控着家里动向的大太太, 对儿子和二太太的私情是一清二楚的, 但她更明白自己所生活的地方, 不会容许这样的感情出现, 也知道儿子的反抗只是徒劳, 与其和看不到希望的未来作斗争, 不如捡口不言地承受下来。 可山少爷仍旧想努力争取一下, 她在一个雨天, 悄悄冲到二太太的窗边, 质问她有没有爱过自己分毫, 质问她怎样看待和自己的感情, 可最终换来的却是二太太的无言和那两扇紧紧合住的门窗。 山少爷明白了二太太的意思, 心里如同灰烬一般, 而另一边的二太太也只能默默隐忍着。 夜里一直思绪不安的小云来到二太太这里和她说话, 竹影摇晃勾勒着二太太的相貌英容, 小云在这一晚突然认清了自己的感情, 其实在一直以来的相处里, 她就发现自己渐渐对二太太产生了一种不知名的情愫, 家中压抑的一切更是让她将这份感情放大, 促使着她对二太太说出了心底的喜欢。 小心谨慎的二太太自然是拒绝, 小云的情窦初开也变得无疾而终。 不久后, 家中开始张罗起了山少爷的婚事, 是一个和小云年纪相仿的女孩, 女孩坐在婚床上等待着丈夫的宠幸, 可山少爷纵是明白了二太太的意思, 也不愿和别人有肌肤之亲。 女孩已经被送过了门, 可她还是强烈要求要退婚, 山少爷本是坚持内心, 却因此害了一个女儿, 被退婚的姑娘在家里难以自处, 家族中的人都把她当作耻辱, 终于无法忍受流言蜚语的女孩 在一个清晨上吊自杀了。 与此同时, 小云也生下了一个孩子, 是个女儿, 本就身处绝望的她更加痛苦。 女孩葬礼那天, 小云抱着自己的女儿, 来到了当初送她来的那片湖边, 看着墙堡中的女儿, 她摘下了一株剧毒的花, 放到了女儿嘴边, 与其让孩子重走一遍悲惨的人事, 不如让她的生命早早结束。 小云这样想着, 可她又犹豫了, 这毕竟是自己的骨血, 而且她心里也在期待着 世界能够为女孩改变的那一天。 故事就这样, 在小云的犹豫中落下了帷幕, 时光早已从上个世纪, 来到了很久以后, 可在有些地方, 仍旧有无数个小云因为自己的性别 而遭受着折磨和痛苦, 放下成见, 也是放下困住自己的执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